在殖民时代 欧洲的许多地方开始盛行人类动物园 在这些动物园里 关的并不是老虎、狮子等 而是一些从各大洲掠来的黑人 或者印第安人等 他们被关在铁笼子里 被以文明自居的白人们 当作动物来参观 甚至还要像马戏团的猴子那样 做出一些举动来 博得白人们的欢笑 如果反抗 结果就会遭到非常猛烈的毒打 被关在人类动物园中的人 没有人权和自由 像动物一样四处展览 没有人关注他们 而他们也常常在屈辱和疾病中 默默死去 南非土著女孩萨拉·巴特曼 就曾有着这样的悲惨经历 1789年巴特曼出生于非洲 好望角的科伊桑部落 当时由于欧洲殖民地的扩张 许多种植园和矿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廉价而善于劳作的黑奴 就成了农场主及矿主们最喜欢的劳动力 因此黑奴贸易 极为盛行 由于市场需要 各大州都存在大量捕杀黑人的侵略者 科伊桑部落的土著也未能幸免 战争 疾病和饥饿的不断侵扰 让这个部落几乎遭受到了灭族的命运 巴特曼的父母也先后死于战争 年少的他虽然侥幸存活 但却成为了一名荷兰农场主的女奴 巴特曼21岁的时候 P&P的农场里来了两名客人 他们分别是农场主的哥哥亨德里克和英国医生威廉 巴特曼万万没想到 他的一个特别之处 让亨德里克和威廉动起了坏脑筋 原来非洲女性的臀直很厚 臀部也比一般人要见数 而科伊桑部落的女性特征在这方面尤其明显 巴特曼的巨臀更是有些夸张变形 亨德里克和威廉立刻意识到 巴特曼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于是他们连哄带骗 把巴特曼骗到了英国伦敦 巴特曼还来不及憧憬他的新生活 却被关进了一个大铁笼子里 并放在人流量最大的皮卡迪利广场的高台上 以供人们参观 当时欧洲对女性的审美观停留在 风乳肥臀牵腰的基础上 巴特曼的巨臀因此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参观 尽管亨德里克和威廉把票价提了又提 但是还是挡不住莫名前来参观的人们 许多记者还从不同的角度给巴特曼拍了照片 并刊登在报纸上 在他们的宣传下 皮卡迪利广场上有激情人的消息很快就传播开去 有更多猎奇心理的欧洲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只是为了看一看巴特曼 对于欧洲人而言 他们本来就其实黑人 认为黑人和动物无异 所以当他们看到巴特曼时 更是认定巴特曼是个怪物 为了取乐 他们投食或要求巴特曼做出一些姿态等 只要给钱 亨德里克和威廉都能一一满足他们 不光如此 欧洲的一些上流社会 在举办宴会时为了助兴 也愿意花上几个金币 让巴特曼出现在宴会中 以供参加宴会的上流人们取乐 随着实境的推移 伦敦人渐渐厌倦了巴特曼 于是亨德里克和威廉 便用大卡车拖着装在大铁笼里的巴特曼 开始在英国和阿尔兰等地巡回展览 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 巴特曼不仅在他们的驱赶下 在大铁笼里被迫走来走去 而且如果有人肯给钱 还能用手去摸他的身体 和戳他的屁股 亨德里克和威廉很快就赚得拨满盆满 但是巴特曼却像猪狗一样生活着 他吃得很差 每天都要面对上万参观者 接受他们近距离的观察 甚至还要忍受那些 在他身上摸来摸去的手指 其实巴特曼非常聪明 他很快就能说一口 流利的英语 同时他能用吉他弹出旋律优美的音乐 但是他的表演没能得到人们的称赞 反而因为他数大的臀部 备受欧洲人的嘲讽 在巡回展览的第四年 欧洲人已经不再对巴特曼感兴趣了 眼看着收入一天比一天少 亨德里克和威廉索性 把他卖给了一家动物园 在动物园里巴特曼和一些奇兽异鸟们 关在一起沾澜 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 动物园园长给巴特曼起了一名 霍屯都的维纳斯 随后在训兽师的调教下 巴特曼不光要把身体张罗给参观者看 还要用一些有难度的节目 这一度让巴特曼成为动物园的台柱子 可是黑心的园主一心想要赚更多的钱 让他不断地在各地巡演 由于营养和休息都得不到满足 年仅26岁的巴特曼没过多久就病死了 巴特曼的悲剧并没有因为死亡而结束 一位法国解剖学家 花钱买下了巴特曼的遗体 放到法国人类博物馆中 工人参观 不光如此 为了让人们能更直观地看到 巴特曼壮硕的臀部 相关人员还特意用石膏 按一比一的比例再塑了巴特曼的形体和容貌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巴特曼悲惨的命运愈发同情 多次对法国政府的做法提出抗议 南非政府也一直据理力争 要求让巴特曼的遗骸葬于故土 法国政府却一口回绝了南非政府的请求 他们表示 如果把巴特曼的遗骸还给南非 那么其他国家也会有样学样 来讨那些木乃伊或古诗等 结果一定会导致人类博物馆空空如也 不过经过南非政府持续的坚持和抗争 再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 法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在 1995年同意把巴特曼的遗骸还给南非 在经过冗长和繁琐的手续后 2002年巴特曼终于回到了南非 并在一场隆重的葬礼中 被埋在了生他养他的地方 随着社会的发展 半个世纪后 土著们终于不再作为私人藏品倒卖 巴特曼这样的悲剧终于也不再重演 然而 另一种规模更大的人类展览 却也拉开了序幕 虽然不能再倒卖土著 但力欲勋心的商人们想到另一个折中办法 与展览主办方签订契约 土著们只需要展览当天到场 进行一些文体表演 展示一些家乡风景 就能获得丰厚的报酬 为了观赏体验 西方人为这些土著人 建起一些土著村落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 1899年开张的巴黎热带花园 这里也是历史上首个真正的人类动物园 花园的主办方 从法国殖民帝国的各个角落 引进许多土著居民 给他们一比一 还原了仿制的原生态环境 他们只需要在这里展现 最自然的土著居民生活 供观众观赏甚至投味 为了给观众带来更新鲜的体验 围栏里的土著们还会被标上各种标签 比如种族 习性等方面 有时为了吸引观众 甚至会撰写一些不存在的习俗 比如有些非洲妇女 被要求脱去所有遮体的衣物 将他们的身体展示给观众 这种行为在美国还发展成了 纯粹的裸体展示 名曰 裸体殖民地 有的孩子要削尖牙齿和大猩猩一起表演 随着种族游览的消失 这些曾参与游览的土著人 也因为特别的外貌 很难融入社会 比如下面这个叫搬家的孩子 因为备受同事嘲笑 结果因抑郁结束了生命 不可思议的是 这项毫无人性的人类展览会 竟然还公然登上了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 台上训兽师拿着训兽棒指挥自己的同类 而台下竟有2800万人满怀兴奋的参观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 人类动物园直到几十年前才结束 1958年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万国博览会上 一张现代恢复 喂食黑人小女孩的照片 终于引起了世界 对这种人种不滥会的抗议 随着人权种族观念的改变 这样明目张胆的将人类当作动物 游览的时代终于成为了历史 然而被骗进人类动物园的 还远远不只是黑人 人类动物园的恶行 中国也曾经历过 晚清时期 有果小脚的女子 也曾被美国商人诱骗去了美国 被迫脱下鞋子 供人观赏那双畸形小脚 在当时的美国轰动一时 引来无数人的观赏 不止如此 1857年 晚清时期 有位封疆大利 被英国人俘获 也是被关进了动物园 最终因其不堪受辱 绝食而死 人类动物园可谓是 人类史上一道耻辱的伤疤 在现在来看 这个臭名昭著的历史事件 遭到了所有人的唾弃 这个罪恶深重的动物园 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究其原因 便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只有消除了种族歧视和偏见 类似的丑恶事件 才不会再次发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